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竟推算到唐以后中国2000多年的命运 直到袁天刚推了他的背 说道 天机不可再谢 既是第六十项所述 所以推背图因此得名 推背图因为他预言的准确 使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心惊 一直被列为禁书 直到今日他在大陆依然没能逃脱禁书的黑名单 我们只有在港台的一些网站 得以以拉他的选妙 而今天我们从网上看到的推背图 是清乾隆年间的举人 金盛探评批的版本 原本现仍保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中 与我们看到的没有出入 与西方大名鼎鼎的预言家诺查丹玛兹所著的诸世纪不同的是 推背图并没有打乱历史的顺序 而且预言的也都是有关国家兴亡的大事 所以更有研究价值 其准确性也更高 而最令人感到欣慰的是 他与诸世纪预言的悲观世界正好相反 他预言世界大同 天下一家的其乐融融的未来世界 令人鼓舞 那么预言的最后的世界会是怎样呢 推背图预言中国紫薇圣人将出现 中国古代推背图 《武侯白年纪》1933 刘伯温烧饼歌 金灵塔碑文 不须大师预言 宋少康杰先生梅花诗十章 乾坤万年歌等都预言着中国圣人的出现 而伊斯兰教古兰经 关于尔萨圣人将士的预言 佛经中法灭尽经 关于佛教弥勒佛祖再次将士的预言 以及圣经 诸诗记等的预言中都预示着 在世界的东方中国将有圣人出世 从对圣人的描述来看 圣人应该有二人 一个是在政界上的圣人 一个则是在民间 以其独特的理论体系统一世界各宗教 统一人类思想 我们先来看一下在民间的这个圣人 推背图 第四十四项 颂曰 而今中国有圣人 虽非豪杰也周成 似一重一称天子 匹吉泰来九国春 第四十七项 颂曰 吾王吾帝定乾坤 来自田间第一人 好把旧书多读到 一言一出见英明 这两项都预示着民间圣人的出现 虽非豪杰也周成 豪杰指政界人物 意思是虽然不是政界人物 但以周全 周成的理论思想 而成就 似一重一称天子 指四方各国似一重新翻译 重一趴的文章 理论并称其为天之子 上天的使者 可见其对世界的影响力之大 吾王吾帝定乾坤 来自田间第一人 则更能看出圣人是来自民间 且通过其理论 学说来成就事业 而不是通过建造地业来定乾坤 好把旧书多读到 显然圣人要悉心钻研传统文化 圣人的理论 学说必定会涉及到传统文化 而对于明勒佛将士的预言 亦有明代刘伯温国师 与明太祖朱元章对话记录 数百年来在佛教中秘密流传 后传至极林省农安寺庙中 又辗转传出 对话内文如下 帝曰 末后道和人传 温曰 有诗为证 不相僧来不相道 头戴四两羊绒帽 真佛不在寺院内 他长迷勒 圆头教 这也可以看出 圣人虽然涉猎传统文化 涉猎宗教 但却不在寺院内 不在寺院内却能统领宗教 那么其理论 学说 言行对宗教应该形成一种震撼作用 而烧饼歌里写道 未来教主临下凡 不落载府共官员 不在皇宫为太子 不在僧门与道院 将在寒门草堂内 燕南照北把金算 可以看出 圣人不是官员 不是皇宫太子达官贵族 不是僧人也不是道人 但却是未来教主 可见其超然的理论 学说体系足以震撼 触动各个宗教 并最终实现对宗教的提升 走向宗教大同之路 伊斯兰教里关于尔萨圣人将士的预言则更为具体 穆罕默德说 尔萨圣人将士时 先有十大征兆 烟雾 解析 火山爆发 森林大火 片子解析 商品经济畸形发展和步伐资本横行 地寿 日游牺牲 尔萨下降 耶诸者与马诸者 东方地县 西方地县 阿拉伯地县及到处是地震 火油也门冒出 屈人到复生场上 尔萨圣人要降世 它毁十字架 可见圣人在一个极端环境下出世 而且 要毁掉十字架 也就意味着提升宗教 并统一各宗教 由此看出 紫围圣人不仅是中国的圣人 也是世界的圣人 他要提升宗教 实现宗教大同 实现全人类认识进程的重大跨越 从推背图第四十七项好 把旧书 多读到一言一出 兼英明可以看出 圣人是以传统文化旧书为突破口 对宗教进行提升 对人类认识进行推进的 而在传统文化中 能够直击生命底层 宗教底层的就是周易预测背后 隐隐约约显露着的人的命运 定数极其机制问题 突破这个问题是突破 提升一切问题的关键 而关于紫围圣人的年龄 网络流传破乱 有说是1981年出生 也有说是1962年出生等等 各种年龄版本不少 实际未必真正如此 1981是因为有人在八十年代 从古代预言 中 推出雄迹爆小的意思 于是1981今年就成了出生时间的一个版本 那么 紫围圣人乃紫围圣下凡 紫围圣是帝王之星 乃真龙天子 要这么推 那怎么也得是龙年出生才行 其实这些说法依据都不足 不足为信 1962是美国天才女预言家珍妮 狄克逊关于东方出圣人的一个预言 而且还精确到了年 月 日 时 其实 自古即今 没有预言能够做到年月 日 时 上的分毫不差 因为上天安排玄机 绝不会透露其真正的详细时间 以防乱 绝之祸 应该说 其预测的年月 日 时 加上某个数字会体现一个玄机 关于圣人姓氏 在唐太宗与淳峰一段对话中有 太宗曰 何为文明 淳峰曰 此人头顶一瓮 两手在天 两足入地 该说这个预言比较正宗 圣人为何不是女的 这个自己奇卦看看就知道了 不用多说 紫微圣人为紫微星下凡 紫微星自古就被称为地星 有人预测圣人在2009年会有很大的机遇 在阎末年2010或2011年开始真正有所作为或推出正式的事业纲领 虽然人人都可以通过努力成为圣人 但这个圣人与紫微圣人却是有别 紫微圣人作为紫微星下凡 有其重要的历史使命 那么其出师的目的是什么呢 古往今来多豪杰 为代圣人点玄机 古往今来 豪杰一世多多 很多人在某个领域能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然而要参透最底层的玄机 恐怕还是要等圣人来电话 也许 电话起来容易 参透起来难 数千年的人类历程 多少能人一世却不见得参透到真正的底层 这也应该就是需要圣人的作用吧 紫微星古称地星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 紫微圣人是世界级的圣人 为全世界所瞩目 既然紫微圣人是世界的圣人 那么他的事业就应该是针对全世界 全人类的事业 而不仅仅是局限在某个国家的国内事情 圣人的使命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 紫微圣人使命是什么呢 一 他将创立辉煌的理论体系 和崭新的思想学说 引导人类结束无神和有神 唯物和唯心 物质和精神的对立 使整个人类团结起来 使人类获得空前的解放 二 他的科学理论和思想体系 将冲破现代思想和现代科学的种种法理 深刻揭示横震于天地之间的妖 魔 鬼 怪 神 鲜河飞碟 UFO 外星人等问题的实质和核心 三 叫圣人同主是群魔妖怪岂能逃 从而引导全人类完成历史性的自我超越 使人类获得空前的解放 三 他的理论和思想会形成著作问史 他的著作会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出版 他会成为全世界的精神领袖 他将引导全人类完成历史性跨越 引导人类走向大同 四 他将结束各个宗教之间的对立 结束各宗教内部的派别对立 结束不同信仰之间的对立 他的思想和理论融会了不同信仰之精华 继承了不同信仰的合理内核 并吸引了各个信仰中不合理 不准确 不正确的部分 从而他将赢得举世尊重和广泛承认 成为全世界 全人类追随的精神领袖 他的思想将成为世界性的普遍信仰 给全人类带来力量 为人类的未来指明方向 五 随着有神和无神争论的彻底终结 天地之间的一切神灵形象 完全失去玄机 而暴露在人类面前 人们的思想和观念 人类的自我定位 等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 人类将彻底放弃 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 建立起崭新的宇宙观 六 他为人类确立了联系地 发展的 全面的 崭新的宇宙观 将引导人类把地球世子归入宇宙母亲的怀抱 他将引导地球人类归入宇宙人类的怀抱 他将引导地球文明 归入宇宙人类的怀抱 七 他将引导人类确立崭新的宇宙观 从此以后 人类将学会站在宇宙看地球 站在宇宙文明 看待地球文明 站在宇宙人类的立场上 看待地球人类自身 有预言说 紫威圣人 会在2009年到2015年间出世 他的一个重要使命 是开创新的思想理论体系 统一宗教 提升人类思想认识 就目前中国及世界的现状来看 要实现万教皈依 小的宗教暂且不说 要把基督教 佛教和伊斯兰教统一到一起 让人们同时接受都是很困难的 因此 紫威圣人的理论体系 必须是别具一格 超出了现有宗教的范畴 以其独特的理论体系 来提升各宗教 并实现各宗教信仰上的统一 这样看来 紫威圣人的出世理论 就应该有以下特征 其理论 学说 观点要涉及到传统文化 传统宗教中的内容 只有与传统文化相传承的东西 才能利于传承 利于理解 利于接纳 而其理论 学说 观点又必须突破传统 突破宗教中原有的内容 如果只是传统的东西 只是原有的内容 那么就根本谈不上提升 更不可能现实各宗教的统一 比如单单用佛教的东西 不可能去统一基督 伊斯兰等教 同样单单用伊斯兰教的东西 也不可能把佛教 基督及其他宗教统一起来 即使把各宗教的东西大杂汇在一起 也不可能形成一种统一个宗教的理论 说白了 对于这样的理论 各宗教根本不会理会 所以自卑圣人的理论 必须有突破的地方 必须有独岛之处 最重要的一点 其理论内容 必须要震惊到各宗教 足以引起各宗教的关注 并产生深度影响千百年来 世界上不断出现的新理论也不少 但都不足以动摇到各宗教的存在与地位 所出现的各种理论 对于各宗教来说 基本上都是事不关己 高高挂喜 不会动摇到各宗教的理论根基 各宗教也根本不会理会 所以 自卑圣人的理论体系 不仅要有独到之处 还必须对各宗教的理论根基产生冲击 其理论体系 必须足以触及 震惊到各宗教 并动摇到各宗教各自存在的根基 促使各宗教对圣人的理论体系 进行认真思索 不冲击到各宗教的根基 各宗教只能仍然是不关己 各自为证 要统一宗教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所以 如果不是触及 震惊 冲击到各宗教的理论根基 不足以引起各宗教共鸣 并产生深度影响 世界走向和平是必然结果 圣人统一世界是最终结局 圣人是以传统文化救赎 为突破口 学习传统文化 见圣贤的大同 今天的内容讲到这里 您可以在下方评论区发表您的看法 如果您喜欢逆事军 还可点击视频 右下角订阅我的频道 每天都有精彩内容带给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